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树法则 他这边说的 他这边的那个大树法则 他这边这个大树法则 这里就只要看那个倒数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话 他讲的就是一个点估计跟区间估计 共同遵守的一个法则 就是样本数越大的话 就样本的平均级 就是X 他这边讲的是X bar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要写成是那个Mu hat 应该说他中间得到的那个级 他如果是随机样本的话会等于是Mu hat 但是这个Mu hat会越接近这个母群的平均值 但是不是只有平均值才会符合这个大树法则 也会有也会符合这个大树法则 就是形成这个点估计以及这个区间估计的性质 好那这就让我们就是可以在报告里面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报告出我们的就是说 就是说用这个某一次实验的这个平均值 或是标准差或是那个区间或是区间估计 就是说明我们这次的发现 好再来最后一个题目 也是今天可能我觉得刚刚刚前这边可能 这边主要是要带大家知道这个样本的真面目 样本跟母群的真面目 好刚刚因为一开始上课我看大家作业的时候 因为注意到那个传兵你不是提到那个standard error吗 这个其实是最后这个问题 standard error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这个就有这个就要就是请 你们刚刚刚不是有把这五个的状况给就是存成一个网页档吗 你们现在先把这这这这上面这个就是这十次实验的不用抓到第一个哦 就抓这十次实验的这个平均值你先把它给拷费下来 然后开一个新的genovie的档案 然后呢把这十个把它们给变成一个新变相 那新变相会是我开给各位看 因为这也是我准备好 就是把这个新变相呢 把这个新变把这把那网页上的那五个值拷贝到那个一个新的genovie上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新变相 好像这样子 那请这边提醒一下 这个值他一定要把它变成是连是连续变相 那资料一定要是那个代小数点 我这边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设定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那个如果说你不用这样的设定 你就没办法处理这十个数据 好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个跟刚刚一样的描述统计 OK你们先做一些你们先做出来 同那么可以的话你们可以可以再把那一百个 刚刚我们不是有做了那一百个吗 你们也可以把那一百个如法炮制 再给它造一个新的genovie 然后把那一百个 那十次一百个样本的算出来的平均值 放到一个新的genovie 去计算它的那个平均值啊 变异数 然后还有信贷区间这样 不是信贷区间不用啦 这个就只要算平均值 跟标准差就可以 OK你们做出来大概就会像我这样 就是抓那五个样本的那十个平均值 做一个变相 然后一百个样本那十次的平均值也做一个变相 那也是可以把它给放在同一个档案 我刚才想到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档案就可以 就能够就是说这个是那个什么 我这边改移改移一下 那个什么 5 samples 一个是五个样本的 然后一个是 一个是一百个样本 我刚才想应该是把它放在同一个档案 会比较合适一点 那这样的话在这个统计表就可以这样子比较 OK 那当同样 那么这里也可以画一些图看看 不过这个图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我们先把表先这样子做出来看 大家比较一下 就比较 我想先把这个信赖学圈先取消一下 先专注看平均值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专注看平均值标准差跟变异数 OK 有没有看到一些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平均值应该没有意外吧 都很接近100对不对 那个标准差 或者说看变异数 你们觉得觉得觉得很奇怪 跟那个母群的标准差跟变异数不大一样 对不对 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